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这一期呢我们来聊一下CBA CBA注册时间截止到8月31日 但是呢,中国蓝蟹最近又出台了一项新的举册 就是目前代表中国蓝蓝在欧洲集训的14名球员 有特权,他们的截止注册时间是 归国隔离之后的7天 那么其实这样的规定啊 主要是针对怪伦和周期的 因为除过这两个人 其他12个人的合同啊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但是呢 周期和郭艾伦时间再往后延 也是不太可能回到新疆俱乐部和辽宁俱乐部 周期呢上个赛季在NBL打球 这个赛季大概率也不会去了 因为毕竟周期在那里 其实也最后打不上什么阻力 当年以他为舰队核心的想法 最终是变为落空的一句话 那么周期其实在澳大利亚打的也不爽 虽然说进步有不小 但是呢打的也比较压抑 所以下个赛季周期到哪里 现在是不得而知的 他和新疆南蓝矛盾非常的大 所以呢回新疆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呢周期去CBA其他球队 也需要经过新疆队同意才可以 所以呢周期的未来 确实是一个未知数 而郭艾伦呢 郭艾伦离队的态度也是非常坚决 辽宁给他顶心 郭艾伦也不会和辽宁队签约 所以双方现在正在处于僵持中 那么即使球员注册日期往后延 这样也阻止不了郭艾伦离开辽宁队 那郭艾伦下个赛季去哪里 现在当然也是一个未知数 有可能去海外联赛 有可能放弃打联赛 去一个篮球比较发达的地方 去特训 这都有可能 所以呢其实蓝鞋做出国家队成员 截止注册日期 延长的这个举措 其实是一句空话 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也不排除我有特殊情况的出现 郭艾伦回心转意 周期回心转意 当然我们希望 这两大中国男男的绝对核心 下个赛季都有球可打 都有球队可以去打比赛 否则的话 如果因为人为的因素 人为的制度 让这两位球员没有了参赛的机会 那么我不知道中国篮球 是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能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